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英文居然说出麦克风没有了 号称最会沟通的民进党当局用缺麦克风的借口说得通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友平 唐惠林有深入分析 台湾2018选举最关键的两个城市 新北市国民党展现大团结 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说 新北市的目标不止要赢还要拼大赢 这个目标有多大希望能达成 台北市部分民进党则一直纠结于 到底要不要礼让柯文哲 几乎天天有新说法 民进党真的笃定要自推人选了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友平 唐惠林被您全面解读 美国军方近来动作连连 2011年撤编的美国海军第二舰队宣称要重启 力争北约联军大西洋指挥部设在美国 美国海军还将大幅调整航母部署策略 这些动作的背后美国有何盘算 时事评论员刘华带来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选好赚 六鬼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鬼符珠宝 剧名播出 由国民好奶粉 明依奶粉赞助播出 在台湾大学闹得沸沸扬扬的新五四运动后 台教育部门负责人吴茂坤 和蔡英文五号首次同场参加活动 两人互动冷淡 活动结束后 吴茂坤想紧跟蔡英文 还被蔡的随护阻拦 相当尴尬 而在台大五月四号发生冲突时 一名潘信同学受伤倒地 被质疑是自导自演后 五号 该学生回应否认自掐 把管后 台教育部门主管吴茂坤 首次跟蔡英文同台 但两人互动却有点冷 蔡英文跟吴茂坤握手后 连寒暄都没有 而在街杯典礼上 蔡英文站在正中间 和吴茂坤中间还隔着两个人 另外蔡英文在逛展览时 吴茂坤也没站在一旁 而是手插口袋 从展馆外橱窗网里头瞧 而更尴尬的是 正当蔡英文准备离开时 吴茂坤想陪蔡英文走段路 还被蔡英文随护挡下 媒体讨论比较多的 还有前一天 蔡英文到桃园参加活动后 接受媒体提问 在回答完外事与台北选举议题后 现场工作人员将麦克风架收走 此时有记者大声发问 马英九前往台大声援馆中敏 并呼吁蔡英文 请台行政机构收回承议 另外台湾大学所谓新五四运动 捍卫大学自主活动中 现场反对管中敏 与支持管中敏的学生及民众 爆发了肢体冲突 其中台大资管系生潘如风 疑似被拉扯倒地受伤 事后许多网友根据视频 认为潘信同学根本是自掐 还讽刺其在表演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唐德明 也批评闹场栽赃 我只能说台大何其不幸 竟然交出了这种学生 潘如风则回应 当时他想挣脱后方的人 所以用力往前 加上衬衫没有弹性 被勒得很不舒服 他才会想用手解开扣子 因此看起来很像我自己在掐脖子 而被潘如风提告勒人的 退休教授刘顺达表示 自己当天没有参加新五四运动 只是刚刚好经过腹中前 他也表示不认识潘如风 他只是上前拉人制止 我就抓他 就这样而已 我没有动手 强调自己是清白的 愿意接受司法调查 而针对台大新五四运动中 发生的冲突 管中敏6号发出声明 强调自己从未支持 或同意停管一词 希望各界别自限于标签 沦为政治遏制操作的工具 台大校方6号也发出声明 再次强调所有校内活动 必须充分尊重彼此言论 而台大的五个海外校友会 则发联合声明表示 台教育部门严重伤害大学自治 好的 这次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卢强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杨阳 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我是卢强 最会沟通啊 这四个字对民进党来说 可谓讽刺意味十足 无论是年改案 能源政策 可以说不设美举 数都数不过来 那这次又新增一个 面对媒体询问 把管案的相关内容 蔡英文居然说出 麦克风没有了 想要用这一句话搪塞过去 那我就想问了 是麦克风没有 就说不出话来吗 是说说不出来 还是不想说呢 她当然是不想说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蔡英文 她是富家娇娇女出身的 人家没有领18% 就没有钱做公益了 这种话她也讲得出口 可是这次把管案 闹得这么沸沸扬扬 其实她已经是把 民进党过去所标榜的 所谓校园自主 维持民主的价值 已经全部一股脑的 抛到脑后去了 以前她曾经说过 我是最会沟通的 如果一次听不见 你可以讲两次 两次听不见 你可以跟我拍桌子 可是我在想 她是不是因为今天 台大的师生 对于要求校园自主的 新五四运动 这个部分还没有拍桌子 所以她打算用 没有麦克风这件事情 当成理由 就唐而皇之的不回应了 没有麦克风 你不能讲大声一点吗 你有这么娇弱吗 我们看你只会在 不停的外国餐厅里面吃饭 用六万块的厨师 连回应 你说老百姓是头家 民进党常常标榜 老百姓才是头家 我们是来为头家服务的 现在看看 民进党猖狂的嘴脸 他认为自己才是 老百姓的头家 他认为 所有的事情 我不需要跟你媒体交代 我不需要解释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总是 因为他之前讲过 他说把管 是教育部的一个专业处理 那我就 我真的不明白 他所谓的专业在哪里 我们郑老师 也是这个大学教授 非常清楚 根据大学法里面 你对公立大学选出来的 这个临选委员会选出来的校长 你是没有否决的权利的 这次呢 上面 因为一堆的高官 都跟他们把管的理由 有一大堆的高官 照他们把管的标准 包括教育部长 这个吴坤帽在内 早就该滚下台了 如果你们以把管的要求 要求现在的政府官员的话 那我看根本没有几个官员 尤其是学界出身的官员 可以留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呢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自言其说 他只好用一个 因为我没有麦克风 所以没有办法回答你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轻慢 把老百姓当视为粪土到了极点 那么所谓把管案呢 在岛内最近是闹得飞飞扬扬 对民进党的政治后座力 也是相当大 似乎也冲击着 蔡英文和吴茂坤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吴茂坤呢 和蔡英文的首次同台 两人是互动冷冰冰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吴茂坤接下来 可能会下台吗 教授 民进党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让整个党 让蔡英文办公室 赖清德办公室 都跟把管卡管保持一个距离 保持距离就是最明显那一句话 就是这是教育部的专业决定 就是好像跟我无关的 所以呢 今天在这一个场合里面 他当然会跟他保持距离 他们台面下再怎么热络 你农我农 如胶似漆 都不会在台面上秀出来 那我们再来看这中间 还有一个小插曲 从刚才的新闻片也看到 被党内民众戏称为 自掐割的台大资管系学生 是肢体动作夸张 仰装受害 被台湾网友叫做影帝 虽然法院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这部影片是拍得非常清楚明白了 请教一下惠玲杰 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样博眼球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常说 我说国民党很笨嘛 民进党藏一个口号就是说 政治退出校园 政治退出媒体 结果国民党呢 我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无意 可能是在李登辉啊 他本来就是你知道 他本来就是台独人士 他本来就要辅助民进党势力 所以可能在他那个时候呢 就真的所有全部都退出校园 也退出媒体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家民进党是全面的进入媒体 而且全面的掌握校园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 在马英九执政时期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有反克纲为调吗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印象的话 那就是一批职业学生的操作 怎么操作法 进入各个高中 进入各个大学 以什么什么民主 什么什么赔利盈啊 我只记得他最后三个字叫什么什么赔利盈 前面名字我忘记了 反正以这种名目呢 进去以后就开始全面的告诉这些孩子 这个反克纲为调你看有什么什么证据哦 最后怎么样最后被人家发现 原来这些反克纲的人都可以去跟民进党报仗 那个时候就有一只雨伞一千多块的一个 去跟民进党报仗的这个收据流传出来 大家就知道原来这件事情呢 全部是民进党在利用政治学生 所以你说呢这次的演戏 你说他是影帝我也不以为然 演的实在是太烂了 比如说就是这样 郑教授一掐我脖子啊我昏倒了 然后就这样演了演了这么一幕恶心的巨马 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猪队友 第一个你这样的做法 除了证明你真的是这个民进党的走狗以外 你真的玷污了台大这个校园的名称 那个学生到了里面以后 就去挑衅在场进行五四运动的那些很平和的静坐者 甚至对着妇女撒那些东西说 你们都是脏东西啊他是故意进去挑衅的 所以那个刘顺达教授看不下去了就拉了他的衣领 希望把他跟群众隔离看 你为什么平白无故的你要去这样羞辱 当然他是故意的他绝对是故意的 然后被掀了衣领以后呢 他喊打人喊了十几声以后 然后才昏倒 你觉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如果你说因为被掀衣领 然后你的血管立刻受到这个阻碍啊 你的血流什么什么受到阻碍 你应该立刻昏倒 你怎么会在现场喊了十几声打人以后 你才昏倒呢 所以呢 所有的医生都说 这已经不合医学常理了 要演戏 你也要稍微去专业的训练 知道什么叫错位 起码你不要被现场的记者朋友拍到 你自己插着自己的喉咙 然后自己倒在地上 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来一方面是行动积极 像是马英九 红秀柱 吴敦义 不管是不是台大毕业的都出来发声了 那请教一下教授 您觉得这对蓝英的选情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新武士运动 到目前为止的发展 总体来讲对民进党是极为不利的 对于国民党来讲呢 当然基本上是有利的 当然我们看到了马英九 吴敦义这一些台大毕业的这些台大人呢 他们站出来讲话 他们讲话的身份不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现任主席 而是以台大人身份出来讲 那么红秀柱柱姐呢 我们也注意到 细心的朋友会观察到 那一天在台大的附中静坐的现场 柱柱姐到现场 并没有上去慷慨激扬的这个发言 这跟他一般的作风是不太一样 他就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一边 表示支持表示抗议 为什么呢 终究他是文化大学毕业 他不是台大人 他懂得这个分纪 但是他作为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 他作为一个关心台湾青年 台湾前途的一个政治人 他到现场的这个态度呢 我觉得那样做也是很好的 但总的来讲 他们几位的出现 最起码让蓝营的朋友会觉得说 还好你们没有缺席 你们今天出来讲话 表示你们敢面对民进党的打压 你们愿意出来抗议 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那一天的表现呢 恰如其分了 那么未来的发展呢 就要看后续民进党怎么处理 那么以及学生们自己怎么样的去串联 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今天或许我们还没看到说 大规模的走上街头 或者是公占立法部门 公占行政部门办公楼 这些我们都没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 感受到的这种情绪 确实是在蔓延当中 而这个情绪它虽然慢 可它很深刻 它是会影响到年轻朋友 在今年年底 以及2020年的投票的这种方向 绝对会出现的 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其实民进党心里面是相当紧张的 因为过去他所依赖的 他认为的这种天然毒的 这些青年选票呢 看这个样子有可能会转向了 好的 下一届我们来继续关注 2018选战的相关内容 对于蓝绿阵营来说 选情好坏 是直接影响2020年的大选 而这中间重中之重就是双北 也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 那么为了取得胜利 蓝绿双方都使出什么招数 谁又更胜一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来继续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 岛内2018县市长选战年底登场 国民党力保新北市 提名参选人侯友宜5号 与初选对手周西伟 以及新北市长朱立伦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四人首次同框 展现大团结气势 民进党方面 苏贞昌也推出所谓 双轨并行的选战策略 希望倾全党之力争取胜选 我们来看一下 5号上午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和朱立伦 侯友宜 一起拜访前台北县长周西伟 新北市议会议长蒋根黄 与多位党提名市议员参选人 地方意见领袖也到场 营造市长选举初选过后 四人公开露脸的大团结气氛 侯友宜表示 没有周西伟就没有侯友宜 并多次鞠躬感谢 在周西伟致辞时 也主动上前握手之意 周西伟则说 已与侯友宜初步聊过 未来会与他紧密沟通新北市政 至于会不会担任侯友宜的竞选总干事 周西伟指出 位置不重要 重点是要团结让新北市大赢 另外周西伟强调 国民党最大的倚靠就是团结 新北市若能团结 就有外溢效果 带动全台湾各县市选举中 国民党的旋风 6号上午 朱立伦和侯友宜等人 参加了土城三员工妈祖绕境活动 被媒体询问 未来是否与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丁首中选战合作 侯友宜认为 双北最好要推出共同的好政见 为双北市民创造更多福祉比较重要 所以见面会讨论 推出好政见跟市民报告 面对新北市之争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 也推出双轨并行的选战策略 第一个是跟新北市议员成立联合竞选总部 第二个是跟新北市选区 九名绿营明代成立区域总部 由明代当督导来操盘战局 另外在市议员部分 除了和新北市议员成立联合竞选总部 民进党中央也已经指示各参选人 轮流举办市政说明会 我们自己的组织 我们自己的支持者 听了之后我们希望说向外去扩散 那等于有点像是总指教师 然后向外扩散之后 那看是不是能够拉到一些 除了原本的支持者之外 一些中间的选民 或是一些你的亲朋好友 在选举的另外一个重中之重 台北市 根据台媒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柯文哲有高达48.5%的支持度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守中 支持度为32.1% 民进党及明代姚文志 仅有4%的支持度 但民进党高层根据民调分析后认为 与其大费周章说服 绿营基层支持 理让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如顺势自提人选 对此柯文哲淡定表示 做得好就会当选 我们来看一下 据此次台北市长民调结果显示 若国民党确定提名丁守中对决柯文哲 目前丁守中仅能拿到32.1%的支持度 对手则高达48.5%近五成的支持度 另外在丁守中柯文哲两强夹杀下 积极争取参选台北市长的 民进党籍明代姚文志 仅拿到4.0%的支持度 据了解 民进党高层根据最新民调研判后认为 与其大费周章说服绿营基层支持里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不如顺势自提人选 对此中国国民党籍前名代蔡正元表示 这样一来柯文哲就落选定了 丁守中也笃定当选了 全台湾的柯文哲支持者 有理由痛恨民进党 那么台中市长林嘉龙也落选定了 有国民党人士还表示 除非请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或蔡版秘书长陈菊两人出马 否则研判民进党自提人选可能性不高 目前仍锁定柯文哲丁守中对决 民进党台北市长布局现焦灼 即明代段一康上周称 民进党会自提人选后 另一名民进党籍明代郭正亮5号直言 民进党已确定自提人选 但自提后会思考如何让丁守中败选 换言之 自提后同样得思考与柯文哲整合 而据台媒报道 主导绿营选战的民进党选对会 上周由核心成员洪耀福 林锡耀 陈明文及黄成国私下拜会 柯文哲严商整合 尽管外界不断传出民进党将自提人选 但与柯文哲合作一直是党高层最想要的结果 双方器经仍未放弃 对此柯文哲6号表示 做得好就会当选 你做得好人家就会选你嘛 那你做不好那每天在想什么什么三角联盟两极对抗 拜托给他们 台湾应该要有一个机会跳脱这些东西 我觉得比三年前比起来好太多了 对卫船未来将担任侯友宜竞选总部干部 周细卫回应 位置不重要 我会自己会和竞选团队紧密沟通 那么侯州二人未来会如何发展 另外侯友宜说新北市的目标不只要赢还要拼大赢 这个目标有多大希望能够达成 其实昨天我也在场 那我希望这不是只是一个在美光灯前面营造的假象 那么要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真相呢 换句话说 怎么样才能够让彼此双方毫无芥蒂的真心的合作 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未来要努力的 初选的时候因为彼此竞争 难免讲的话就可能不是很好听 那么怎么样去拟凭这样的心结 我认为这是要由赢的一方去付出更多的努力 来换得对方的谅解 进而全力相挺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呢 说这个要拼大赢 要拼大赢有多大希望呢 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今天苏贞昌的民调远远落后侯友宜 但是我必须说那是现在 我们过去也曾经看到这个民进党号称这个水牛博的游席坤 在之前跟这个朱立伦的民调 朱立伦也是大赢游席坤啊 最后只相差怎么样 只相差了两万票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在这一意里面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这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说 侯友宜跟这个周席伟只有真诚的合作团结 国民党在这一局才有希望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现在整个这个中央的权力掌握在蔡英文的手里 很显然的 他会号召新北的这些民众说呢 你只有支持苏贞昌的情况之下 你看原本中央不给的钱啊 只要苏贞昌上来 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建设 你这个原本我不批准你的 三环三线进度落后等等 苏贞昌上来以后 我告诉你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起 他会用政策买票绑装的方式 来推升苏贞昌的民调 民进党今天之所以会赢 就是他赶骗 他不要脸 他不择手段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绝对不能 以现在的民调大幅领先 就丧失了警惕心 我觉得未来他会出什么奥部 一定要事前做很多的沙盘推演 那么相对于国民党方面展现大团结气势 民进党方面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 也推出双轨并行的选战策略 卓力跟新北市的议员和绿明代 进行区域性的联合竞选 那么苏贞昌2018选举策略 不是母鸡带小鸡 反过来是靠小鸡来带母鸡 请教一下教授 这是为什么 他的盘算是什么呢 他的年龄也大了 他今天体力不可能像过去这么好了 他犯不着为了蔡英文 整个人全力投入到最后伤了自己身体 所以他是量力而为 我们去看苏贞昌目前的整个选举的行程 基本上他还是有所节制 他在每一个场子里面的表现 也大概看得出来他没有权力的投入 他不再像过去这样子的激情 那么这个当然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年岁已大 体力没有像过去那么丰沛了 第二个就是基本上 你苏贞昌的政治能量已经不像过去了 当年你红的时候 是很少全台湾的 你那个冲冲冲 那个口号可以说是富如老幼 每一个人都会模仿两句 可今天的苏贞昌已经没有那种媒体魅力了 当你政治能量没有那么大时候 你当然犯不着再去勉强自己 那么另外呢 他最后他是自己的政治盘算 他的政治盘算很简单 今天你民进党选情不看好 民进党民意支持度这么差 我苏贞昌还愿意出来再批战袍 那表示什么 我对这个党 你们没有话讲吧 我真的是两肋插刀 我对你蔡英文 也可以说是这个鞠躬尽脆了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呢 不管最后选的结果怎么样 我苏贞昌是有功的 你们都欠我一份情 所以他横竖都是会赢嘛 所以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就我帮你炒热选情 那么他自己呢量力而为 也就出现了现在这个状况 是小鸡在捧着母鸡了 我们再来看 围绕是否礼让台北市长柯文哲 民进党方面态度模糊 虽然有利益人士不断放风 但高层呢始终没有发出明确信号 有网友讥讽民进党 是要逆转几次 让民进党要战快战 而国民党前名代蔡正元 两位嘉宾也非常熟悉 那他说呢 如果民进党自欺人选 柯文哲就落选定了 丁守中也笃定当选了 惠玲姐您怎么解读他的这个话 这是不是说民进党 犹豫不决的这个原因呢 当然是 我非常的同意 蔡正元委员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也是非常正确的 其实连民进党自己的名代啊 高嘉瑜都讲 都讲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自推人选的话 你只抢得到升绿的票 也就是说民进党 只能拿得到升绿的票 至于潜绿 中间选民 年轻人 对于民进党 最近这一串的倒行逆施啊 其实我相信是蛮有感的 这些人他们不见得会 去参与五四运动 可是我认为 他们会用投票的行为 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不满 所以呢 其实这个蔡正元委员 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今天民进党非常两难嘛 我推一个人出来 我最大的敌人是国民党 柯文哲虽然很讨厌 三不五十为了这个 讨好中间选民呢 就讲一些这个大 批评中央执政的话 但是跟国民党 选上台北市长比起来 我还是比较愿意 选择柯文哲啊 因为柯文哲再怎么样 他是生率出身嘛 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啊 他其实是啊 他嘴巴上讲的都是 我这个黑白比重要 黑白比这个绿不绿啊 比蓝绿重要的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很多一些作为 他还是在偏袒绿的 比如说市大运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些 军公教的朋友去抗争 他居然用非常 这个不文雅的词句 用三字经 来辱骂这些人 其实他也是为了去 向这个绿色书城嘛 还有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他最近不是拆了 这个立法院前面的 不管是公投盟也好 八百壮士也好嘛 那我就请教柯文哲了 你既然认为要把这个道路 还给市民朋友 你早干嘛去了 你早没有八百壮士的时候 公投盟在那里 已经待了多久了 如果你心中真的没有蓝绿 只有是非的话 不会到今天才去把两方拆掉嘛 我认为他拆公投盟是顺带的了 他现在要扩大他的中间盘 因为他到现在不能确定 民进党到底是不是会自提人选 但是我认为我还是认为 民进党自提人选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因为姚文志的民调非常之低 如果因为姚文志拉了小部分的民调 导致最后盯手中当选 我想呢 这个这个民进党的人 是不会做这样子一个赔本的买卖的 毕竟柯文哲当选 还是他们的自己人 好的感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好的 谢谢台北眼博士 下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美国军方近来动作连连 2011年撤边的美国海军第二舰队宣称 要重启力争北约联军大西洋指挥部设在美国 美国海军还将大幅调整航母部署策略 这些动作的背后美国有何盘算 时事评论刘华带来独家观察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尔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下面进入今日中暴环节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李查森 当地时间5月4号说 美国海军正重建第二舰队 舰队行动范围将在美国东海岸 与大西洋北部海域 美国海军重启第二舰队 主要目的是遏制俄罗斯海上力量扩张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李查森 4号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表示 该舰队司令部将设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 初期将有15名人员 最终扩编制超过200人 李查森说 我们的国防安全战略明确 我们已经重回大国竞争时代 现有安全环境愈发有挑战性 并且变得更为复杂 李查森没有进一步明确 第二舰队的领导层人士任命 也没有提及第二舰队计划配置的舰支和飞机情况 第二舰队2011年撤编 撤编前执行不少任务 包括1962年对古巴海上封锁 和1989年入侵巴拿马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军方发表全新国防战略 其中一大要务是遏制俄罗斯军力 显示美国军方有意把重心 从打击极端主义回调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发布这份国防战略时强调 美国不能坐视俄罗斯军力扩张 同一天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 美方已向北约提议 在诺福克海军基地设立北约联军大西洋指挥部 北约最高决策机构 北约理事会 有望在今年夏天就指挥部所在地做出最终决定 美国国防部还说 此举是北约改造指挥体系 应对当前安全环境挑战的举措之一 他将强化北约威慑和防御态势 增强该联盟在境外维护稳定局面的能力 不仅如此 尤美美称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4月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暗示 美国海军将大幅调整航母部署策略 以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 甩掉中国和俄罗斯 报道称 马蒂斯提议缩短部署时间 并增加部署的不规则性 美国由此可在需要之时 大幅增加在有关地区的存在 并在和平时期具备不可预测性 报道还称 马蒂斯将目前美国海军舰船部署策略 比作商务海运作业 其路线因为是事先规划好的而可预测 由此可能削弱 具备快速行动能力的航母的战略优势 好的 这次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华先生 美国海军第二舰队在2011年撤编 那么如今却要重新组建 原因到底是什么 美国海军第二舰队重建之后 能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这一问题的大背景 实际上还是在于特朗普政府的 全球战略的重心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的全球战略 最起码有三个重心 就是东欧对俄罗斯方向 还有中东 然后东亚 那么在奥巴马政府任内的时候 由于重返亚太的一系列的政策 那么美军还有整个美国的外交政策 他把大量的资源 还有各种各样的装备人力 向东亚方向倾斜投送 但是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 我们看到在中东的动作越来越多 同时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波动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要重新摆好 它的三个方向的前后次序 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定程度上恢复在北大西洋方向 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压力 所以在2011年 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 正是在奥巴马政府任内的时候 撤销的第二舰队 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又重新组建 那么这个舰队的主要方向 实际上就是为了针对 整个的北大西洋方向 或者说传统冷战时期 最为激烈的美苏对抗 也就是今天美俄之间博弈的方向 这说明美国对整个的美俄关系 还有在全球战略里面的 这种重新的认识 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的层级 可能远超过了第二舰队组建的本身 从这一点来说 第二舰队的组建只是 可能美国外交和整个的 对外战略的一个 大的变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它涉及到之前 包括国家安全战略里面 重新提到的美俄竞争的 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第二舰队的这种重建 不仅仅是一个海军的问题 海上力量的问题 也是一个美俄之间关系 长期波动的一个 大的问题下的一个小的反应 另外美国现在还正式申请 要成为北约大西洋指挥部的所在地 那么您认为 美国是否能够如愿以偿 它这么做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盘算 成为大西洋指挥部的所在地 这件事我觉得美国应该是能办成的 因为诺福克是现成的海军基地 那么它有大量的基础设施 而且欧洲各个国家可能也不会愿意在诺福克 在投为了一个北大西洋的联合作战的目标 投一大笔钱建一个基地 还要支撑各种人力 这个其实对于北约的欧洲国家来说是不合算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在本土建立一个联合北约其他国家的大西洋指挥部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这件事情的本质其实还是北大西洋方向越来越重要 那么之前在冷战时期 美苏在北大西洋方向是进行过激烈的这种海空之间的博弈 比如说苏联潜艇长期的潜出北大西洋方向 在美国东海岸外沿的这一带海域来回的游异活动 把北大西洋作为战略核潜艇的导弹发射阵地 那么美国又对苏联的潜艇进行各种各样的反潜追击 两边进行过非常激烈的这种斗争 在冷战结束之后 俄罗斯的潜艇活动 还有远程轰炸机的活动明显减少 但是最近这些年以来 俄罗斯又恢复了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在北大西洋的这种战略战备的巡航 这种情况下 美国要提升在北大西洋和俄罗斯对抗的级别和烈度 那么就需要联合协调整个北约的盟国小伙伴们 一起把大家的海空力量凑在一起 再组织一个北大西洋的这种反潜网和防空网 但是时过境迁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北约各个国家的国防投入越来越少 北约在冷战之后 进享和平红利的这二十多年 实际上也是北约很多国家 军被废弛 然后装备迅速减少 然后人员迅速减少的这二十多年 现在要让北约重新再把已经入库的这些刀枪 已经马放南山的这个部队给拉起来 那么这样的这个军队建设的这个周期 并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能够重新组建起来的 那么要重新组建一个冷战时期 能够和冷战时期比美的这样一个北大西洋的这样一个反潜和防空网络 而且能够高效的运转起来 可能美国要出很大的精力 而且还要在外交上协调北约盟国出很大的精力 而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周期 好的 谢谢刘华先生 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 就美国军方的新动向继续来展开讨论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选好钻 六鬼符 全国连锁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鬼符珠宝据名播出 我们就美国军方的新动向继续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华先生 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国防部长马迪斯 也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海军航母战略 要缩短航母部署时间 并且提高航母部署的机动性 那么您如何来评价美军的这一新动向 马迪斯的这个想法呢 应该套用我们网友经常说的一句话 叫做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理论上来说呢 按照马迪斯的这个想法 确实美国的航母可以在有限的 比如说总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呢 更多的出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 但是这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相应后果 首先呢 就是美国的多个战区 相互之间的这种距离路 就是海上的距离是很远 这个物理空间是你无法克服的 那么你的航母今天在 比如说南中国海 后天到了北大西洋或者地中海 再后天到了印度洋 这中间的来回拉动和远程奔袭 实际上对于编队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损耗 同时呢 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并不是说航母在一线的这个活动不够频繁 而是说它的总舰艇数量有限 就这两百多艘舰 虽然特朗普要逐渐增加总的这个舰艇数量 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 那么在舰艇总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你还要让它出现在 在短时间内出现在更多的地方 实际上意味着这些舰艇要被用得更狠 那么人员也要被用得更狠 马迪斯的这个想法其实是在美国的总兵力捉襟舰肘的情况下 还要让美国海军去支持更多的方向 去更多的让我们的网友化叫刷存在 那么这个情况很有可能会透支 美国海军原本就已经不多的这种人员 还有这种物力的这种基础 所以不管马迪斯在这个方案上说的这个事情有多美好 但是在实际运行起来 那么这种全球到处跑 全球到处奔袭的这种打法 很有可能会让美国海军更加的疲惫和更加力不从心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一方面它的总体力量优势相对下降 因为它的舰艇数量也好 整个海军的这种发展速度也好 已经不是冷战期那种大发展的时候 但是同时它还想干更多的活 还想维持自己全球霸主的这样一个地位 这个力量和自己的目标相互之间的不匹配 才是美国人面临的根本的问题 如果它不能放下心态 去降低自己的这种理想的目标 转而是用自己已经不复使用的这样的力量 去支撑更大的这个目标 那么它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多 好的 谢谢刘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过去的海峡午报 和每天晚间22点过去的海峡新干线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